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刘白店的 我是装机大手刘白 现在在我旁边的这台机器呢 是我的粉丝徐鹏 徐先生的一台纯白色弹药裤 不能叫做纯白色弹药裤 我不知道徐先生是怎么选择了 选择了一个微星的Z790A名WiFi的主板 这个主板的散热盔甲确确实实是漂亮 但是在这个纯白的搭配里边 我还是推荐大家使用什么吧 推荐大家使用华硕的790-P 它是一个银白色的装甲 可能搭配起来会更好看 由于基主要求的是显卡不拆封原封发货 所以我们的显卡没有拆 它是一个白魔龙 白魔龙的效果也是蛮好看的 我认为白魔龙的质感也是无敌的 我们把白魔龙给它装上去之后 其实这有黑色的装甲并不表现的那么多 整体来说搭配一下来的话 感觉还是可以的 应徐先生的邀请的给他这台 弹药裤上下电视 把它的所有的配置给大家展示出来 黄色的部分是刘白代买整集 各个配价的价格 蓝色的部分是官方价格 另外在前面给大家保证 所有的配件是全新原封正品行货 同时提供一整套服务之后 收过服务费之后 也给大家一架一架去官方买 还要行 针对这台电脑的配置 给大家说一下 4080搭配一个850瓦的电源 13760KF 整体也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搭配 选择一个弹药裤的机枪 弹药裤加上所有的RGB风扇 整体散下来不是很贵 那这个机枪可能就是89百块钱 风扇加下来两三百块钱 在颜值方面 我们多花了一千多块钱 但是装出来的效果确实是漂亮 那这台机器的话 它的整体的配置是没有它贵的 它是一个13600KF加4070Ti的整 它的整机已经超过了两二块 它是一个13700KF加4080的整机 现在的价格在一万八千多 差了很多 光风扇都差着两千块钱了 它的内裙条 两个都是选择芝奇的内裙条 如果大家不是说特别喜欢芝奇这个品牌 不是说拿芝奇这个品牌去装备的话 我觉得所有的内裙条都可以选 就是不要选芝奇的 因为它的性价比还是蛮低的 而且它是黑不黑白不白的 弄得搞不清楚 它没有皇家级那一代的 颜值好看 不过你只要提起来是芝奇的换风机 那大家的第一感觉是 哇 这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内裙 如果大家对整齐度 或者说有一点强迫症 建议大家选择留白定制的包包模子线 它整体走出来的这种感觉 就会非常的整齐 这个是原装的模子线 原装的模子线 这个线材 我们无论怎么样做 它都不会很整齐 但是给大家提示的一点就是 要顾这个机箱里面 尽量不要选择连立三代的霓虹线 因为你选择霓虹线的话 你显卡如果是正常装的话 你这个显卡的霓虹线 永远会卡着玻璃 因为很丑 如果你显卡是竖装的情况下 你说这条霓虹线应该怎么样打 反正怎么样打 我觉得这种霓虹线在这都很丑 特别喜欢霓虹线的话 最多加什么 加主板24品的霓虹线 显卡的霓虹线就不要再选择了 咱们不花这个仰望钱 霓虹线适合于哪一种机箱 包豪斯的EVO 太阳神创始神 这种大的空间 大一点的机箱 霓虹线在加进去的时候 会有一种非常霸气的感觉 但是这个紧凑一点的 像弹药库的这个机箱 它顶部的不能加汉堡 整体的设计还是蛮紧凑的 霓虹线就显得不是那么的好看了 最后再给大家提示一点 有喜欢白色弹药库机箱的人 白色无力柱已经全面到货了 目前我们卖出去了 是有三台还是四台 已经全面到货了 接下来会给大家展示 白色弹药库无力柱的版本 OK 简单的给徐先生刷一下电视 这个作品比较潦草 拜拜